您好 欢迎收看4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花莲疫情持续烧不停 今天新增92例确诊 21号下午花莲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及教育处长翁淑敏进行说明 布立花莲医院里面还有11个人 那婚宴里面增加了8个人 那这是我们南区的婚宴 那外县市的婚宴是在北区的部分 那有9个人 那我们的市场有多了5个人 那社区某一个社区又多了6个人 这是南区的一个社区 那外县市又转进11个人 那一共有4个人 2个人还在疫调中 在4月12号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 在春日派出所的后方广场 那希望大家来做筛检 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新的一个群聚延伸案 那经过我们仔细的疫调之后 发现到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这里面一共的人数就在这地方 那所以如果说你有在 最近几天在这个早餐店 吃早餐的 这也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希望明天都能够出来做筛检 今天校园新增了四所学校暂停实体课程 那第一所呢是花莲高中 他是一位高三的学生 那这个班级呢会在23号以前暂停实体课程 那在明天22号会采线上教学的方式定义 第二所学校呢是花干国中 他是新增了一位九年级 跟一位七年级的学生 所以今天呢总共新增了两位学生确诊 那这两个班呢在24号之前 也会暂停实体课程 那明天22号也是采线上教学的方式因应 再来第三所学校是水人国校 他今天新增了两位的确诊数 一个呢是国小二年级的孩子 一个是布设幼儿园的孩子 那这两个班呢同样在24号之前 会暂停实体课程 那22号的时候也同样会采线上教学的方式因应 那第四所学校是同门国校 他确诊的孩子呢是一位六年级的孩子 那这个班在24号之前也会暂停实体课程 明天22号也同样会采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因应 那最后还是强调 病毒无所不在 它现在已经是无所不在 它可能就在你的周遭 它可能就在你的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做好自身的防护 做好自身的防护 才是面对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为 做好自身的防护 才是面对疫情最重要的作为 感谢您的原因